为了了解清潭燕清淤状况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再度来到了现场 过去这里水深可达两到三米 但四年前台北自来水事业处进行施工 开始造成河床严重淤积 使得这个游泳胜地 同时也是救生训练的场域 不仅水深变浅 还布满了大小石块危险重重 自从做那个水坝以后 那有时候那个大水都冲下来 铁片啊什么都都有 小波块也有 有时候大家游泳啊 都是会难免会提到 越来越浅越来越浅 所以这次也就是泽张一眼 帮我们争取说 来我们河川整顿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在接获呈情后 多次与台北市沟通 无奈协调未果 因此转游协请新北市政府处理 由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以专案的方式清淤 我们经过跟台北市政府协调多次 都没有达到共识 他们也认为 这个淤积不是他们造成的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 如果台北市不做 那不如我们自己来做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拜托 这个市政府 这个水利局 经过一个月的清淤作业 如今清淡宴终于恢复了以往的深度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指出 第一阶段的清淤工作大致已经完成 会是民众游泳的感受 不排除会再争取第二阶段的清淤 大概已经失作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其实把一些比较浅的地方都已经挖深了 那我们不排除还有第二阶段的一个施工 因为这个施工的难度非常高 主要还要配合飞防汛旗 然后配合这个翡翠水库 他们的放水的时间 还没清淤之前 清淡宴一度水深指到膝盖 几乎无法游泳 经过了新北市议员留着张多次的会刊协调 如今初步清淤完成 让来游泳的民众都表示 终于不用再担心游泳时会踢到石头而受伤 也让清淡宴再度成为 游客和训练单位可以安全游泳的场域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